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案变成立财Superman 今天的台股又再次面临破底危机 那其实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的观点就已经先跟大家讲过了嘛 不管是在盘前的资讯 还是我们盘后财路的财经地线上面 我们都告诉过大家 其实我认为利空并没有真的出境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在这边走弱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股票又面临了破底危机 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来去观察今天的行情 就是我们主题的节目嘛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嘛 那其实在整个节目的一开始之前 我真的是很感谢大家 都有准时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有越来越多人在看我们的节目 那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其实我对自己做的研究算是蛮有信心的 而且特别是在行情变动特别大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修正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 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今天看对的时候 我们会持续的去往下去做研究 那我们今天看错的时候 其实修正的速度 要赶快跟大家讲 为什么不要让大家受重伤嘛 当今天行情出现转折的时候 我们如果调整的脚步不够快 这个时候你常常一两天的时间点 特别是台股现在波动这么大 两三百点三四百点的空间就没了 因此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平常在盘中里面 Telegram或者是我们盘后的LINE上面 都会不断的去帮大家追踪 以及更新现在的金融状况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都有在看我们的节目 还有持续帮我们点赞 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也是一样 先提醒大家把赞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我们就来讲 今天到底要讨论什么 一样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破底危机在线 那么在今天又准备要破底 可是盘中看起来好像又很强 又在拉的情况之下 到底台股后面要怎么看 我先讲结论 因为结论最重要 一定要讲在前面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我认为啦 其实目前的利空都还没有全部解除 至于理由 我们后面一张一张投影片来跟大家讲 首先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股中错 礼拜四的时候明明开一个CPI 先跌后拉 哇整个大奇迹日大V转有没有 全市场都好开心喔 结果礼拜五的时候 奇怪 明明没有什么大事情 怎么美股又中错了 对不对 纳斯达克甚至把前一天的涨幅 全部都吐回去 全部都吐回去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CPI那天开低走高的投资人 都在白高兴一场 全部的涨幅都吐回去了 所以其实你看到礼拜五 夜盘台股跌了多少 跌了将近300点 跌了将近300点 这个绝对不是好消息 而且对于一般我们台股的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心情的压力又更大 为什么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日盘 我现在要再讲日盘 上个礼拜五日盘的时候 台股是直接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是什么意思 代表很多的股价 一开盘 它就直接你看不到平盘价 直接可能就是涨个3% 涨个5% 那你如果认为 那个地方就是底部 认为就是转强讯号 结果你冲进去买股票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只能买在3% 只能买在涨5%的时候 可是今天的台股是什么 跳空开低 所以上个礼拜五 进场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有很多手上的股票 可能都是套牢的 绝大部分你如果有买股票 我相信今天可能都是套牢的 所以你会发现行情 在这么变动的情况之下 大家真的不要去乱拆底部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我们只能去判断说 这边的几率大还是小 我们不可能100%告诉你说 这里就是这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操作上面 当然不可以在看到上个礼拜的时候 你说大涨一天 结果我把我100%的资金全部押进去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这边就是底部 那今天你看到 这样子台股就走弱了 你会说礼拜四 礼拜五那个时候它是底部吗 我相信不会嘛 所以操作上面你必须要循序渐进 而不是把资金就是 分成100%跟0 要嘛进场要嘛出场 我认为其实循序渐进的投资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心理的压力跟操作的压力会小很多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 上个礼拜五的美股走法 真的是相当弱势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这个利空的因素并没有全部被解除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台股一定是跟着美股走 美股如果没有办法抢起来 台股很难一枝独秀 那么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到底发生什么事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公布了 所谓的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美国有两个最主要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一个是密西根大学 一个是美国资商会 他们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两个都很重要 没有说哪个特别重要 可是密西根大学的 这一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报告 他们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通膨预期 那老样子 这个数据在过去几年里面 也没有人在看 为什么 因为过去几年里面的美国通膨 非常的稳定啊 那既然通膨非常稳定的话 那这个通膨预期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每次调查出来 可能就是2%多 可能就3% 2% 3%都不会变 可是在今年以来 大家开始看通膨的情况之下 这个通膨预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因为联准会他们在做的这些工作 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通膨不会再上去了 大家觉得通膨不会再上去 这不就是通膨预期的概念吗 所以联准会希望这个通膨预期不要上去 好那我先来告诉大家这份数据怎么看 这个通膨的未来预期 总共分成所谓的一年期跟五年期 五年期就是长期的嘛 那个变动就更小了 可是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膨 到底长什么样子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我们说过通膨会有一个 所谓的自我验证的状况 当你今天认为未来的物价会上涨 你一定会倾向在现在消费嘛 因为未来东西更贵 赶快今天买比较划算 结果你真的今天买大家都今天买的情况 直想物价就上去了 这叫做自我验证 所以啊 这个通膨预期最好是不要上去 它最好不要上去 它只有不上去 那未来通膨才有可能掉的速度特别的快 它如果上去了以后 那就会合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嘛 大家都抢着要现在买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上个礼拜我公布出来 这一个密西根大学的 未来一年期的消费者通膨预期 是怎么样 往上走的 往上走的 过去连续7个月是在走跌的 连续7个月是在走跌的哦 所以在过去7个月里面 其实美国的消费者已经认为说 这通膨的拐点可能已经出现了 可是在上个礼拜我公布出来 不对哦 这个数据开始往上走了哦 而且拉到5.1%哦 所以啊 消费者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认为通膨会往上走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国际的能源价格 在上个月其实是在走洋的 大家不要看到9月份的CPI好像能源的价格掉很多 就觉得下个月的能源会继续掉 不对不对 为什么 你说10月份或9月底开始 国际的原油价格其实就在涨了 那这件事情还没有反映在9月份的CPI嘛 会反映在哪里 10月份的 就是下个月的CPI 那么在那之前啊 消费者的通膨预期就已经先起来了 所以这不是好消息 那通膨预期起来以后 当然联准会就会更快升息嘛 升息的脚步更大嘛 所以为什么昨天或者是上礼拜五的美股会大跌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数据 你不看数据的话 你可能就不知道到底上礼拜五在跌什么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我没有贴在这里啦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 其实上个礼拜的时候 包含是这一个礼拜 都会有很多的联准会官员出来发表谈话 上礼拜有谁出来 联准会里面最鹰派的 谁 谁 布拉德 有没有看我节目你就知道是布拉德嘛 布拉德出来讲什么 他说现在这个地方的通膨啊 我们绝对不能慢下升息的脚步 11月份升三码没有问题 最好12月份也升三码 我们之前的节目告诉过大家 联准会原本12月份 大家认为要升两码就好了 11月三码 12月两码 今年再升五码 刚刚好 结果呢 布拉德出来讲了 12月份 升三码也是OK的 所以什么意思 11月升三码 12月升三码 今年要升六码 比预期还要多了一码 那比预期多了一码的话 市场有接收到这样的资讯吗 上个礼拜以前 市场是没有在消化这项资讯的 上个礼拜以前的市场都认为 联准会今年只会再升五码 结果你先生出来说 今年要升六码 那股市能不跌吗 那股市一定跌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台股大涨哦 欢天喜地哦 你为什么前一天 奇迹日嘛 V转嘛 对不对 先大跌再大涨 V转嘛 很多人跟你说底部出现了 但是我们的群组里面 我们在Telegram上面 10月14号开盘之前告诉大家什么 我把我的观察跟你讲 老样子啦 对或错我们不知道 事后再来验证 但是我把我的观察告诉你 我说那一天 礼拜四开完CPI的大跌在大涨 大骑击日 这个反弹不是由基本面来推动的 而是由技术面推动 有没有 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大家去群组里面看 你一定看得到 所以啊 数据被市场解读成什么 利空出境 大家每次都在跟你讲利空出境 我直接后面括号跟你讲什么 实际上不是 我直接告诉你实际上不是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盘前的时候 看法是这样 到了盘中的时候 我给会员朋友的简讯是什么 我说了台股在 因为上个礼拜二嘛 我们国庆廉假完 多休了一天 结果一回来以后 台股那天就崩了600点 我说台股在大跌600点 破底以后 我们原先认为10月份要走反弹 那这个形态已经被破坏掉了 Over了 没了 你形态被破坏掉了 所以啊 我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 昨天也就是上个礼拜四的CPI数据 绝对不是基本面的利多 你左看右看 那个数据都不会是利多啦 所以礼拜四为什么会V转 就是因为技术面的反弹嘛 技术面的反弹去推动的嘛 那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能持续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能很肯定的告诉你 就是它不是基本面的因素 所以啊 其实我们的看法就是认为 台股确实还有修正的空间 还有修正的机会 什么时候出现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大跌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把观点 可能就把我们 我们的看法 很如实的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 很如实的告诉现在正在看节目的你嘛 好 那我们就是要把最真实的看法跟全国的投资朋友讲 所以我直接在东森的盘中连线直接告诉你说利通尚未出境嘛 那我也讲了什么 升旗三马有可能会成为台股持续破底的新利通 这是上礼拜五十二点讲的 那运气很好嘛 我们就运气还不错 刚刚好今天或者是过了一个周末就在反映这个利通因素 所以其实你只要一直掌握对的资讯 跟着对的观点走 你就不怕会错过太多 不怕会错失太多 因为你只要及时更新 或许你可能没有办法买在最低卖在最高 那个拐点你没有办法做得非常漂亮 但至少大方向的趋势你不会错太多嘛 这东西就是我们分析师的工作 所以为什么我要一直在节目 一直在我们的群座里面 把我最真实的看法告诉你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抓好大的方向 不是要你去摸头也不是要你去拆底 好你说我们盘中连线完以后 台股真的到了收盘以后都是大涨收红大涨 那我盘后的节目因为盘中连线嘛 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放到下午才录 下午的标题我直接告诉你说台股没有利空出境 还是一样我们从早上一直到下午 都告诉你利空没有出境 而且直接讲的更明确了 反弹之后还会破底 反弹之后还会破底 那还是一样提醒大家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我们大方向先帮大家抓好 好了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都不会想要害大家 我们一定是希望把我们的观点 赶快告诉大家 告诉投资朋友完以后 那投资朋友可以去做一个修正 或者是看看要不要挑选自己的交易策略 那么你看在昨天 上礼拜五的时候 台股夜盘大跌将近300点 在今天台股加权指数一度大跌300点 但是在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点 急啦 谁拉的 我个人认为是国安基金 为什么 因为美股的电子盘 在这个时间点没有急拉 美股没有急拉 台股自己拉自己的 一定是自己国内的因素 而且成交量忽然放出来 台积电忽然急拉 金融股忽然急拉 左思右想好像就是国安基金 但我们没有证据 就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但无论如何台股从今天的低点拉上来 也拉了超过120点 很多人就会想说 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又是底部了 你又在拆底部 不要去拆底部 不要去拆 我告诉你不要去拆 不是告诉你说要放空 我们没有要鼓励你去放空 或鼓励你要去抄底 我们的节目就是把观点分享给你 那你看完了我们的节目以后 你可能会有一些灵感 对不对有些想法 那你有一些想法以后 你再去想想看自己到底要怎么去做交易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 这个反弹看起来并不是国际股市全面的大涨 它比较偏向的是台股自己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如果在现在我们的看法 认为台股还有破底危机的情况之下 反弹都还是要请大家减码 还是要请大家减码 你从上个礼拜听我听到现在都告诉你要减码 我相信你如果有在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有去调整自己的交易策略的话 手上应该是握有蛮多的现金 蛮多比例的现金 你说没有一半 你好歹应该也至少有个三成吧 但说实在三成的现金还真的是太少了 我们手上的现金在上个礼拜之前 大概都有七成到八成左右 所以在这边我认为反弹 大家都还是先站在卖方 因为台股如果过不了那个关键价位 它克服不了压力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反弹都只能当成弱势反弹 OK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台股从这一波八月中的时候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风险来了 大家应该记得有一张图 那个熊 然后上面我放了五个利空 应该都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用这张图用很多次了 那么台股在八月中的时候 直接拉到了15,475点 拉这么多 我还是告诉你说利空风险没有解决 对不对 那么我们希望投资朋友避开那一大段的风险 然后一路跌跌跌跌跌 跌到什么时候 9月底在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在技术面上面有机会出现反弹 我认为10月份要走反弹 所以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 我在红色这个地方翻多 会员朋友都可以帮我们作证 我们在这个地方翻多 台股真的涨了好开心 觉得自己又看对了 自己又看对了 然后呢 这一个是在国庆 国庆廉假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小一点点 但我们当时也是认为说 这个地方不会一波V转上去嘛 稍微拉回修正是OK的 结果你看过一个国庆廉假回来 猪羊变色 发生什么事情 直接大跌600点 跳空大跌 大跌破跌 我们原本说10月份看反弹 那你说我们前面这样子看 你把这边 这边遮起来 把它遮起来 这里遮起来 这个看起来有没有像反弹 反弹会不会延续 有机会哦 可是在你看到了这根以后 形态不对了 形态不对了 所以我们从上个礼拜 我们的股票就是指出不进 然后顺路撒一点空单 指出不进 对不对 我们行情会有一些原先的看法 可是市场是不断的在做变化 当市场出现变化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跟着做调整啊 我也有把我的调整 在第一时间的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对不对 我们当然不可能去 让投资朋友受伤嘛 我们有动作一定是要马上告诉大家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开始指出不进 开始卖股票 开始看股票 开始卖 开始卖 一直卖到什么时候 上个礼拜CPI 哎 谈一天 可是我说过了 在没有站上关键价位之前 所有的反弹都只能当成弱势反弹 所以有没有台股今天怎么样 哎又跌了 又跌了 又快要破底了 会不会破底我们也不知道 台股目前没有脱离这个区间啊 这个小区间 这个底部的区间 那你说之后要破底还是要往上展 我们不知道也不需要去预设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认为破底的机会 还是蛮高的 大家要小心 为什么会破底呢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有一点点的东西 来跟大家分享 在那之前啊 大家一定会想说 有没有什么股票是 我们现在可以注意的 空方的股票 其实啊 现在有很多股票在相对低的位置 我认为大家去追空 风险也都是相对的高一点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常常去做盯盘 或是没有专业的判断能力的话 你去追空 我认为都是危险的 好不好 虽然我做空 但是我不鼓励你追空 我不要你去做风险大的事情 那我们有什么比较安全的空方标的呢 我认为投资朋友 可以去找一些相对高档的 高档转弱的 你不要那个股票还在喷的时候 你就去空哦 那个危险哦 那个还在喷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要喷到哪哦 但是当他今天涨完以后 可能量能开始缩掉 或者是他来到了关键支撑的位置 看起来有要跌破 被跌破的味道的情况之下 这种高档转弱的股票 反而是现在风险比较低的空方标的 分享给你 分享给你 不是要你去空 一样不是要你去空 我们的节目没有鼓励你去做买卖 买卖要回归到个人自己的交易策略 但是我把我的看法分享给你 我认为这张股票 像高利嘛 他之前在做 我们只是举例 他之前在做的就是氢能源 那氢能源的热交换器 之前接到了国际大厂的订单 最大客户是什么 美国的B1 你可以去打B1嘛 你就去看他的股价 B1的股价在破底哦 你说高利在这个地方高高在上 有没有补结的机会 我认为有啦 所以我们的交易是有逻辑的 那这个逻辑分享给投资朋友 你能认同的话你就认同 不能认同的话 那就跳过嘛 跳过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其实大家要去操作一些空方标的 可以去寻找这种高档转弱的 风险会比较低 那种在低档的再去追空的 我们可能自己会做 但是我不鼓励投资朋友做 对不对 大家一定是先把风险摆第一 先控制好了风险以后 我们再去追逐报酬 这个才是对你有帮助的 那么我为什么会说 我认为这个地方破底的几率还是相对大 大家看一下今天新台币贬值 贬迫什么 贬迫32了 真的贬迫32了 所以代表是说资金还在持续外流 那么上个礼拜五 我们说了这一个密西根的消费者的通膨预期 在持续走 再往上涨 然后呢 最大的鹰派布拉德也出来跟你讲说 12月份可能还要再升三嘛 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你 联准会在接下来 他们升息的脚步一样会非常的快 一样会去做货币紧缩政策 所以当美国这边持续做货币紧缩政策 台湾的央行看起来好像升息的力道没有这么强 所以美国跟台湾的利差拉大的情况之下 新台币就会走弱吧 这个逻辑你听我讲过好几次了 所以新台币走弱的情况之下 外资当然有诱因要卖股啊 那这一波最大的卖压来源是谁 就是外资 所以外资还没有停下卖股的脚步之前 我们能说它危机解除了吗 我认为不行啦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数据都在告诉我们说 后面还有风险 但因为节目时间的因素 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告诉大家 我们有机会的话 就在后面的节目慢慢的拿出来讲嘛 但我希望投资朋友都可以 在这波的修正里面 保护自己的资产 能保护多少算多少 今年啦台股跌这么多 不要说赚钱 大家比的是谁少亏啦 但我认为我们在保护投资朋友 保护我们的会员朋友上面做的还不错 今年以来啊 其实我们的绩效 在市场里面绝对是名列前茅 那关键是什么 我们在Telegram上面也分享了 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 在节目上面我们就不要讲这么多废话 那最后啊 就是一样要提醒大家说 现阶段手上的现金水位 还是要保持偏高 那么在台股持续走弱的情况之下 逢反弹 看你是要占卖方 还是你要跟着我们打一点空单 我认为都是OK的 那你说什么时候可以翻多 什么时候可以出现落底讯号 这个东西我们未来有观察到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嘛 我又没办法预知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底 但是只要落底的讯号出现 我们一定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所以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对大家非常的有帮助 最后也是感谢大家真的是看到了最后 那在最后的话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节目点一个赞 有更多的总体机器的分析 产业的分析 还有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都会放在Telegram上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